社团法人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 用300多个卡通玩偶 做成一颗好大的玩具圣诞树 送给了花莲市立幼儿园 17号上午协会的干部们 还载了一大车礼品 提前让小朋友们收到圣诞礼物 市长为家前特别感谢 社团可以关心孩子们的教育 也让小朋友们感受到欢乐的圣诞节气氛 这么大一颗用玩具堆成的圣诞树 注立在花莲市立幼儿园的中庭 让上下学的小朋友们 充满无限的惊喜和期待 这是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 用300多个卡通玩偶 做成的玩具圣诞树 在圣诞节过后 这些玩具可以让小朋友们 自己挑选带回家 除了这个惊喜 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 在17号还带了300多份圣诞领悟 分送给每一位适幼儿的学童 华人爱心关怀协会 他是一个社团华人 然后他做了一些 大部分很多都做偏乡的工作 那圣诞节因为很多人 兼了这个洋娃娃玩具 所以他林老师 协会这边就把它做成一个 这个玩具的圣诞树 这是比较别致的 那我们想说当然除了这边的仕托之外 我们还送了其他很多的偏乡的学校 也有 那这个仕托这边是比较大型一点 那很多的礼物就比较 那个礼物呢 就是小孩子的文记 还有那个画本 画本文记 那也希望说让这些小朋友 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社长温家玄感谢社团的善心 让小朋友们有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今天非常开心 也非常谢谢我们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 那我们司理事长 还有我们华林县政府的前秘书长 周文庆 周秘书长一起来到我们私立幼儿园 发送一些礼物给小朋友 那也有准备一颗非常大颗的一个玩具圣诞树 那在前几天就已经放在我们花园私立幼儿园了 每个小朋友经过都非常开心 甚至连老师都非常喜欢 那我们觉得非常感谢我们协会 这样子关怀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也希望孩子们 每个孩子从小都有一些愿望 然后逐步逐步长大之后 能够把愿望实践 那也谢谢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装置艺术 让孩子上课每天都很开心 那最重要的是今天 他们有准备每人一份的小礼物给孩子们 那在未来每一个孩子们都可以利用这些 拿到的礼物 在作业在课本上面都能够做一些学习 那最重要的是还加证了我们每一个孩子 一人一包的圣诞节口罩 真的非常感谢协会的一个对花园私立幼儿园 的关心跟关怀 看着高高的玩具圣诞树 小朋友们很期待 而拿到每个人一份的圣诞礼物 还有圣诞节专属的口罩 小朋友们更是开心 马上戴起来 和市长与协会干部们合以留念 相信今年的圣诞节会留给孩子们相当深刻又欢喜的回忆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